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1月12日,据罗马尼亚媒体ProSport报道称,江苏苏宁主帅奥拉罗尤接受采访时表示,她对于失去特谢拉感到非常失望,还感叹,带队夺得上赛季,中超冠军成了悲情故事。 奥拉罗尤于2018年上任成为江苏苏宁的主帅,上赛季,奥拉罗尤带领江苏苏宁夺得球队历史上第一座中超冠军奖杯,然而,奥拉罗尤对于球队在中窗的转会操作表示不满,奥拉罗尤还透露她对于失去特谢拉感到非常失望,奥胖的这番表态也意味着特谢拉确定离开江苏苏宁,奥拉罗尤表示,我还有一年的合同,我愿意尊重她, 因为苏宁也尊重我们,如果像以前,一样,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但我认为我们不能接受我过去所遭受的羞辱,我们的问题一直存在,我不知道问题会持续多久,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持连续 幸,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位非常重要的球员,她就是特谢拉,我很失望,非常的失望 去年年底,特谢拉与苏宁的合同已经到期,虽然苏宁非常希望留下这位帮助球队夺冠的头号功臣,但是双方谈判未能达成一致 而且中国足协,有关现金政策,也阻碍了中超球队,高价千下外援,特谢拉的年薪要求,无法得到满足 此外,有关方面还希望,操作特谢拉规划,但是也并不顺利 据报道称,特谢拉将加盟一支西亚球队,奥拉罗尤还表示,中国俱乐部的高层,在赢得冠军后,没有组织任何庆祝活动 这对他来说,成为了遗憾,奥拉罗尤直言,这是他职业生涯中,所获得的最悲生的冠军 在我赢得冠军后,除了那些,参与赢得冠军的人,我还收到了俱乐部主席,通过他的秘书发来的短信 他祝贺了我,就是这样,除此之外,就没有其他道客者了,没有庆典,没有庞宽,神,么都没有 那是我赢得过的,最悲生的冠军,也是我作为一名主教练,经过的最困难的体验和生活 因为我处在,非常困难的状况下,那些我认为,应该支持我们的人,反而让我难过起来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 And,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